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 这个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呢 中国政府向武汉派出了专家团队 这个专家团队呢,在这段时间以来 进入我们观众的世界里面 曝光率最高的是四个专家团队 第一个呢,是钟南山团队 第二个是李兰娟团队 第三个呢,是王晨团队 还有一个呢,不容忽视的一个中医团队 他就是张伯李团队 他们四个人呢,全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中国政府呢,是派出来了我们中国最高顶级的专家团队 那这四个专家团队呢 在这一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做出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昨天中央电视台一加一节目的主持人 白岩松 他就采访了这个中医团队的带头人 张伯李先生 张伯李医生或者张伯李博士 那张伯李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他就给大家呢,分享了一组中医和西医进行对比的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呢,还是非常的说明问题的 俗话说的好啊 不看广告,看疗效 我们就来说结果 我不管你黑猫白猫 你抓住老鼠,你就是好猫 你老鼠抓的多,这个是好猫 你长得再漂亮 一个老鼠你也抓不着 你也不是一个好猫 你充其量是一个观赏猫 对不对 这个中医西医呢,也是一样 不管是中医,不管是西医 你只要是能治好病,我就用你 我是用你来治病的 不是来供着你的 尤其是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这种关键时刻 这种紧急时刻 我们不能等着你来做实验 什么单忙,双忙,三忙 等不了 时间就是生命 那么我现在来看看这些对比数据 说中医组接诊34人 这个科学研究啊 往往他研究的这些数据呢 他是滞后的 因为他得分析这些数据 来得出来结论呢 那这些数据呢 是截止到什么 是截止到2月19号的 就说这个结论呢 这个对比分析的结论 是2月19号得出来完成的 那这些数据呢 应该是还要往前推 推到什么时候呢 我现在不掌握那个具体的时间 但是呢 那个时间呢 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样的啊 中医组呢 接诊是34人 其中普通型是27例 重型的是6例 微重呢是1例 然后西医组呢 他们接诊的是18人 其中普通型的是13例 重型的4例 微重了1例 这个西医接诊的这个数量呢 比中医的要少 要少 差不多一半了 那中医诊断是如何诊断的呢 中医是以 失毒欲肺 易毒必肺 及温热 孕毒为主 这些东西呢 普通人明白不了 他们自己明白不明白 也不好说 我一直以来的我的观点呢 我承认中医呢 它是有疗像的 尤其是上回的SARS 这回的新冠肺炎 很明显的 这个中医 它是有效果的 效果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 中医一个短板就是 它解释不清楚 它说不清楚 这是一个短板 中医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你说不清楚不行啊 你一定得说清楚啊 你光你心里面 你们明白不行 你得让别人明白啊 你才能推广啊 如果你不想推广 没所谓 不想推广 没所谓 中国如果是不想 把中医这个传统的文化呢 给它保持 并且发扬广大 你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没所谓 那是一个没所谓的事 就算是铺天盖地 国外都是抨击也好 批评也好 可以不理他们 当狗叫就完了 但是 你要发扬光大嘛 对不对 你发扬光大 就得一礼服人嘛 让别人能明白 还不是说服不服 你让别人明白 现在都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我到目前为止 我唯一看到一个 对中医有一个合理的科学性的解释 就是前两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广东的那个医院心脏科主任 他在说这个有那个抗体 针对性的抗体分离出来那件事的时候呢 他顺便就说了一下 说这中医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那个专门性的抗体分离出来以后 他专门就来attack 专门就来杀死这个病毒的 他说这个中医呢 他就是一个广泛的激发 他说中医到你体内以后呢 激发你的身体来产生抗体 但是产生这个抗体的就没有针对性 它是什么抗体都产生 它什么抗体都产生 它就会什么细胞都杀灭 也有可能它并不产生 对这新冠病毒对抗的抗体 反而产生了一堆别的抗体 把别的都杀灭了 然后新冠病毒都别人杀灭 但是实践证明呢 这个中医药呢 它杀灭了新冠病毒 而且是有效的杀灭了新冠病毒 上一次在SARS的时候呢 也有效的杀灭了这个SARS的病毒 我所看到的 只有这么一个医生 它讲解的时候能让人明白 能让一个普通人明白 你这个中医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而不是说呢玄乎齐全 什么阴也亏 阳也亏 又是湿了又是干了的 不是那么让人觉得 好像不明白 好像没有说服力 好这个呢 中医这个诊断呢 这个其实就没有说服力 西医的诊断是什么呢 就是新冠病毒的侵入 很简单 谁会不明白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这病毒侵入了 什么湿啊 肝啊 什么筋啊 火啊的 对不对 就是病毒侵入了 好 中医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运用湿毒预肺方 易毒必肺方等 中程药 用莲花清韵颗粒 金花清感颗粒 祸香蒸汽水 体外培育牛黄等 这些呢 听起来都好像是很盲目的 试一试吧 试一试吧 喝点祸香蒸汽水吧 中药针剂呢 用雪碧氢注射液 这个也有可能起那么一个名啊 有一点大话 痰热氢注射液 生脉注射液 深负注射液 使用湯剂的比率占88.2% 雪碧镜注射液的使用率占88.2% 并且运用针灸啊 按摩呀 灸疗啊 太极呀 还有一个著名的八道锦 等中医恢复疗法 这些呢 这是他们用的方法 这些方法呢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其实这些呢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疗效啊 好 西医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用抗病毒药物 阿比多尔 以及病种球蛋白 阿基强地松龙 根据病情需要使用高通量氧的辅助 这个是一个科学道理 因为你呼吸不了了 就用高压氧 然后漏往你的肺里面打入这氧气 你少了呢 说你能吸收的10% 对吧 你就高压 可能就能给它提高的一个比率 无疮面罩通气 小潮气量肺保护性通气 替外膜肺养合等辅助治疗 这些应该是还是比较管用的 这些辅助治疗是管用的 那两组治疗的结果 结果就来了啊 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 中医组呢 是2.64天 这是用数据说话 西医组呢 是4.38天 那很明显的 对吧 西医需要的时间长 中医需要的时间短 平均住院的天数 中医组是7.38天 而西医组呢 是9.59天 很明显的 它时间长 其他的 伴随症状消失率 中医组29例 西医组呢 是7例 你光看这个例数呢 不行 因为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中医是38例 而西医呢 只用了18个病人 所以用几例的 这个不准确 但是呢 我们来看它的百分比 中医呢 是90.6%啊 症状消失 而西医呢 63.3% 症状消失 这是很说明问题了 然后CT影像的好转率 中医呢 是88.2% 而西医呢 是68.8% 很明显的中医 是管用的 你要说拿一例两例的话 这个不说明问题 这个呢 就是说这么大的百分比 对吧 它是说明问题的 临床治医率 中医组呢 是32人治医了 西医组呢 是11人 再次说就是 这个呢 你不能看人数 因为中医呢 它那个试验的人多 统计的人多 看比例 中医呢 治医率是 91.41% 而西医呢 是61.1% 这很说明问题了 还有 普通型 转重型 及微重型的发生率 就是你一个普通型的 这个病例呢 结果呢 升级了 这就说明治疗不当了 中医呢 是5.9% 而西医呢 是35.3% 就是说它有 三分之一 还要多的病人呢 会有普通型 转成了重型 这个非常说明问题 说明它没有控制住 就是它有效的那些 有可能也是它自己好了 我觉得这个很说明问题 再看死亡率 中医组的死亡呢 有三人 而新医组呢 死亡七人 你别问了 前面我们说了 对不对 那个中医组的病人 一共是38人 它死了三人 而西医组呢 才18人 就死了7人呢 那中医组的 这个死亡率呢 8.8% 而西医组呢 38% 这个绝对是说明问题的 治疗费用 这项就不对比了 后一阵呢 也不对比了 你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 基本上呢 由这些数据 我们就能看出来 中医是完胜的 中医还是很有效果的 咱们不说 你是不是说盲目的 这个效果呢 是能够说服我 上一次我做一视频 别人说 哎韩美女 你有进步 现在呢 你终于承认了 我从来都是承认 它的效果的 而且我也用中药 我也用中药 只不过呢 我就觉得 现在中医呢 没有说出个压儿腰来 让人觉得呢 他们没有理论 有的人说 他有理论呢 他有什么 金木水火土啊 五行八卦呀 这些东西啊 他有什么 阴阳啊 这些调整啊 他有什么 内湿外热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啊 这都是理论呢 这些理论 没有说服力好吧 这些理论都没有说服力 中医要想发扬光大 中医 他应该说 是一个好东西 你看在这个大灾 大疫情面前 它都发挥 这么大一个作用 这个中医 就不能让它消失了 就不能让它断了根 就应该发扬光大 但是怎么样才能发扬光大呀 你得上升到理论 你才能举一反三 就好像这个钓鱼似的 对吧 说你天天你到水边去甩杆 你去钓 然后你跟那儿 织上好多的杆 你跟那儿钓 说你一天能不能钓着鱼 你也能钓着 能钓着好多鱼 但是呢 你要是说把这个鱼呢 你上升理论 你这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敲门 有什么技巧 为什么这个鱼 在这儿就能上钩 这样就能上钩 那样又不能上钩 你把它研究透了 你的效率会更高 而且呢 别人也愿意跟你学 你会带出好多徒弟来 对吧 好多人 你办个大学什么的 大家都会了 你这样你才能发扬光大吗 对不对 那我今天呢 还想说一点啊 就是今年这一次 疫情爆发以后吧 就是让人 哎呀 有一种心里面 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是什么呢 就感觉这些专家们 好像 你争我斗 好像有一定的功利思想 在里面太严重了 你不承认我 我就不承认你 大家之间呢 就是撬着干 这个撬着干呢 比着干呢 它会有效果 从效果上来说呢 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 就不如呢 大家成为一个团队 另外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事例啊 我这日视频 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呢 前一阵子 有一个 湖北省司法厅的一个副厅长 退休的副厅长 对吧 他呢 因为全家都得了这个病 经过检验呢 已经是阳性了 他们家呢 就到处去找关系 试图到医院里面去拿得一个床位 尤其是说他儿子还相当严重 但是呢 这个床位得不到 后来呢 他们全家就决定在家里面隔离 但是在家里面隔离 也不能等死啊 后来有人就给他推荐了一个民间的一个中医 他叫李月华 这个李月华医生呢 就因为这位厅长的这事呢 就浮出水面了 就来到了媒体的面前 来到了公众的面前 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位李月华医生 这个李月华医生呢 给这位老厅长他们一家三口治疗 这三口全都治好了 他儿子可以说是一个重症 都治好了 这么好的一个医生 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他们武汉市没有发挥这位医生的作用 这两天 有一个自媒体呢 就把这位医生李月华 他这个事儿 就推出来详细的情况 就推到公众的面前 这位李医生 他是如何治病的呢 他自己说 他说他发明了一个办法 就是呢 他在人体的四个穴位上 给他注射一定剂量的叫分钛 说分钛这个东西呢 它的结构和病毒的那个结构呢 很像 都是呢 一个环状的 那个病毒呢 是一个环状的 上面带着刺突 然后这个李医生呢 就想到了说分钛 长期以来是被用作进行消毒的 然后呢 李医生也长期用这个分钛 低剂量的分钛 就跟人体这个穴位上的注射 注射完了以后呢 他就治疗了好多病毒性的感染 有的时候呢 你嘴巴上会长那个水泡 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长大水泡 还有一些其他的 很明显的是病毒的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 有的时候你嘴巴上长个疮 对吧 你会说啊 伤火了 其实呢 是病毒 是病毒感染了你 病毒造成的那个 那这个李医生呢 他长期 他就用这种方法 治好多人 这个大疗泡啊 什么的 那种病毒 哎 觉得比较有效 那这回的新冠病毒出来以后呢 他就想 哎 那如果我用那个来治疗那些病毒 那这次我用那个治疗这个病毒 可能也管用 尤其是他有一个理论 他说这个新冠病毒呢 它是一个圆圈 对吧 一个圆圈上面有刺突 这个分钛呢 它的化学结构呢 它也是一个本环 然后它外面呢 是一个枪机 他就觉得呢 它两个非常的像 如果我给他注射了人体呢 他这个病犹在复治的时候呢 会受到感染 我认为这是一个理论 但是 我觉得这是瞎猜的 我不被说服哎 但是 不看广告看疗效 这个李月华医生 他自己说 他已经治了好多人了 而且他还身在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他就身在武汉 有视频呢 他呢 就是 这个整个 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他去接触这么多的病患 当然他没有说 所有的病患都已经 百人百好了 没有 但是呢 他治好了很多 但是呢 有一点 就很神奇 他自己 给自己注射了 注射完了以后呢 他去接触这些个病患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这个 我们都知道啊 北大医院的那个专家 王广发 他刚一落地武汉的时候呢 他都穿了那个防护服 戴了口罩 就因为没戴护目镜 他感染了 所以这病毒是很严重的 那个厅长一家三口 全都感染了 他儿子还是重症 那这个医生 李月华医生 他不戴口罩 就给他们治病 到现在 他也没被感染 你说神奇不神奇 挺神奇的 难道说 这是一个偶然吗 who knows 我也不知道啊 也有可能是一个偶然 因为呢 以前曾经有一个 23岁的小伙子 他出院以后 跟他大家分享 他的整个过程 他姐姐那么近距离 伺候他 也是没有感染 他也是重症 都要上呼吸机那种 在ICU里面 对吧 那也是一个 说这个李月华医生 他没戴口罩 然后他没感染 是不是就说明 他这个东西有用的 其实也不一定 但是呢 他治好了好多理啊 现在呢 政府好像对他 有点打压 到底是谁在打压他 现在也说不太好 没有人把他纳入进来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试一试 那些专家组什么的 现在那个整个的医疗系统呢 其实也是在试啊 甭管是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货香正区水也喝点吧 这个也试试吧 那个也试试吧 对不对 都是在试嘛 你说这个他自己 已经见到疗效了呀 已经见到 其实挺明显的效果 为什么不把它纳入 来试一试呢 这个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呀 是不是这些专家 功力目的太强了呀 不容这野台子的 对吧 野路子的不容了 如果这野路子都行的话 我们这专家算什么 我们还是院士 我就希望那些专家们 或者政府能不能有一个 开放的胸怀 就算你认为 他那个解释 没有道理 就跟我似的 我是觉得他没有道理 但是 事实胜于雄辩 他是有效果的 前面我都说了 中医和西医的那些方法 说实在的 我认为全都没道理 全都是试一试 为什么他这个 不可以试一试呢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